前好莱坞知名制片人维恩斯坦的性犯罪案件 周一在纽约法院开庭了 这次庭审备受国际瞩目 多位疑似受害女性到场发声 被控告性犯罪的哈维·维恩斯坦 身穿深色西装 使用助行器进入法院 67岁的维恩斯坦此次被起诉的两项性侵指控 皆被他本人否认 指控若成立 他将面临终身监禁 自两年多前开始 有超过80位女性指控维恩斯坦性行为不当 其中有几位女性到达法院现场发声 在曾指控维恩斯坦性犯罪的几十位女性中 许多时间太久已过追溯期 此次开庭只针对两起性犯罪行为进行胜利 但法官也在特别条件下允许其他女性出庭提供证词 周二开始将进行陪审团人选的选择 这个程序需要两个礼拜时间 之后的庭审则会长达持续六周 哈维恩斯坦的性侵风波掀起了全球的我也是运动 尽管这次的庭审备受关注 但是结果也难以预料 新唐人记者王愈赫奥利福 纽约报道